和夫君成亲第七年 一日 有名女子敲响了我家门 林雨站在我家门前 孟家哥哥 我无处可去了 我那个向来温吞沉稳的夫君孟赫淑发了火 我去找他算账 连我七岁的儿子孟白都挥着拳头 仙女姐姐不哭 我长大了娶你 他们争先恐后逗他开心时 我阴脉将先 被突如其来的大雨困在渔船上 那船夫正扯着嗓门 朝着岸边揽客 去青州的还有吗 我低头看了看篮子 刚刚买了三尾刀鱼 还剩一两岁银 我将一两银子递给船夫 问道 一两银子够做到哪里呀 一两银子 到青州还有的剩呢 船夫笑问 娘子要去青州 我点点头 那船夫看我 有几分狐疑 我一身家常衣服 没有一件行李 甚至手上胯着的篮子里 装的也是刚刚才跟他买的三尾刀鱼 娘子要回家去收拾行李 还是等家人一起走 我想了想 笑着摇摇头 不了 就我一个 船夫虽然觉得稀奇 拿到银子 也就不问了 船开了 江上雾蒙蒙的 像孟赫书书房里挂的花 听船夫说 到青州要两日的水城 我颠了颠口袋里半吊钱 又摸了摸迹边的豆浴簪子 才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草率了 本来今早 孟赫书还和我说 想吃我做的双蹄刀鱼 出门时 我儿孟白也反复叮嘱我 仙女姐姐昨晚说想吃鱼 阿娘你要买四条回来 跌跌一条 仙女姐姐一条 百儿一条 你一条 要我说呀 都怪这船夫 怎么偏偏就剩三条 四个人不知道怎么分 我才为难地想逃 正想着 肚子饿了 我没带干粮 又花了十五文 跟船上厨子借了小炉子 买了块小豆腐 我也想减省些花 可没有豆腐 这鱼也太可怜了 剖腹瓜鳞 煎得微黄 在家滚水 一锅奶白鲜香的汤 在炉上小声孤嘟 引得外头船客们吸了吸鼻子 不住张望 咦? 好香的汤 千滚豆腐万滚鱼 这汤越滚越鲜 我加到第三块豆腐时 那船夫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娘子好手艺 这汤怎么白得像牛乳 我分了它一碗 那船夫洗出望外 我看他用饼擦了碗底 碗干净的都好像不用洗 心里有几分自得 可惜没有盐碎 否则还要先呢 船夫吃了汤 便与我熟络起来 我知道他叫春生 他知道我姓乔 娘子和夫君吵嘴了 赌气要回娘家 没有 孟赫书姓子温絮 我们成婚七年 从未吵过架 在旁人眼里也算得上恩爱 不是赌气 是何离 春生按捺不住好奇 咋离了呀 为钱还是为人 把我问住了 为什么呢 好像不为钱也不为人 为半月前孟赫书给他撑的一把伞 为昨晚百儿送他的一支素银钗 还是为今日让我为难的三尾鱼 好像都不是 哦 我想起来了 因为一碗面 我捧着鱼汤 笃定地点点头 那碗面咸了 让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意思 就因为一碗面 对 就因为一碗长寿面 半月前 我家门前来了位姑娘 这姑娘在细雨中哭着叩门 如一朵鱼打过的梨花 孟家哥哥 郁哲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孟赫书不在家 在医馆为人看诊 他是很负责的大夫 若是看上了病 不会轻易丢开手 有时连我送去的饭都会忘记吃 更何况是我生病 咳了三日也不见好 我手上扎着银针 就有病人挤眉弄眼地笑他 有孟神医 娘子也会生病呀 孟赫书就苦笑一下 我娘子贪玩 昨日陪百儿放纸冤受了寒 外头百儿风风活活跑进来 抱住了孟赫书的腿 爹爹 门口来了个好漂亮的仙女 姐姐找你 她说她叫玉遮 听到这个名字 孟赫书正愣 银针险些扎了自己的手 百儿火急火燎地拉着她 父子俩跌跌撞撞地奔出医馆 留我一人 满手银针 尴尬地去也不是 留也不是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孟赫书又抱着伞匆匆跑回来 不是想到了我手上还插着银针 是发现家门钥匙还在我这 对不起阿乔 我一时情急 她一时情急 却还没忘记拿一把伞 为她挡雨 对玉遮姑娘好 已经成了我夫君的习惯 给孟哥哥添麻烦了 玉遮低头擦了一下眼角 我和路郎吵架了 如果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能去哪儿 几天前和夫君吵了架 玉遮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 还好来了我这里 你怎么连自己有了身孕 都不知道 一罐温声细语的孟赫书 第一次连语气都中了 你是有身子的人 我去找她路艳理论 百儿兴奋地凑在玉遮身边 一口一个仙女姐姐地喊她 仙女姐姐 你的衣服好漂亮 身上也好像 玉遮摸了摸百儿的头 又惊喜地看了看孟赫书 呀 一模一样 有两个孟家哥哥了 得了夸奖 百儿更开心 那等我长大了 就娶仙女姐姐当娘子 玉遮被她逗笑了 忍不住瞧了孟赫书一眼 果然是你儿子 连眼光都向你 玉遮笑着 孟赫书牵动心上就痛 便装作无意走到外头 同我主妇 玉遮有身孕 饮食需要清淡 肉也以鱼虾为上 你做饭时不要放黄酒 我其实不太高兴 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让我不高兴 那她要住多久 医者人心 她大着肚子 你怎么能把她往外赶 我别了别嘴 心想我又不是大夫 见我不开心 孟赫书叹了口气 摸了摸我的头 温声道 你先去烧饭 明日我去陆府同路宴理论 好不好 怕我还不高兴 孟赫书又说 半月后是你生辰 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 百儿可准备了惊喜给你 一窗之隔 我瞧了一眼虎头虎脑的小百 忍不住笑 那是百儿的压岁钱 说要将来娶媳妇用的 你也骗来了 什么叫骗 孝敬阿娘 天经地义 你可别问是什么 我答应了保密的 我抿嘴一笑 压住心头的甜蜜 我才不问呢 因为我早就看到了 百儿鬼鬼祟祟藏在枕头下的银簪 鹿燕不在府中 鹿家人说他奉赵入京 京城路远 不知圣上要他做什么 最少也要等上半个月 阿乔 再等半个月 好不好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不喜欢玉遮姑娘 明明喊我阿乔姐姐时 她笑得那么甜 明明我最喜欢听人夸我厨艺 可她的夸奖却让我不开心 阿乔姐姐烧饭真的很好吃 难怪能牢牢抓住孟家哥哥的心 可是除了我 孟赫淑和百儿都很喜欢她 平时最听我话的百儿 第一次将眼前饭碗推开 饭洒了 汤水沿着桌边滴滴答答 我吃不下 我想跟姐姐上街买糕吃 见不得她浪费粮食 我训斥了两句 百儿伸手擦眼泪 还没认错 玉遮就走过来打圆场 阿乔姐姐 小孩子是馋嘴的时候 不能总吃正儿八经的饭 百儿擦着眼泪 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为什么我娘是你 为什么我娘不是仙女姐姐 百儿这一句话 让门外的孟赫淑也挣住了 她黯然垂下眼 我的心像被谁生生挖走了一块 当初怀百儿的时候很辛苦 胎位不挣 我痛了一天一夜才生下来 每次百儿淘气 孟赫淑就和她说 你娘生你有多辛苦 百儿就慌忙 用她的手捂住孟赫淑的嘴 又直指自己心口 爹爹你不要说了 阿娘痛 百儿这里也痛痛呀 第二日是我生辰 我烧了一桌孟赫淑爱吃的菜 又去买了百儿想吃的糕 等到天黑 厨房的菜热了第三遍时 孟赫淑带着百儿回来了 我看见百儿要送我的那只银簪 插在了玉遮姑娘病边 孟赫淑见我目光落在那簪子上 才猛地想起来 今日是我生辰 她忙解释 因为玉遮姑娘心情不好 他们才陪她在外头逛了一天 这簪子也是百儿给玉遮姑娘带着玩的 不是要送给她 玉遮摸着百儿的头 百儿乖呀 把簪子送给阿娘 好不好 百儿躲在玉遮身后 嘴一垮 嚎啕大哭 为什么要送给她 她戴这个又不如仙女姐姐好看 孟赫淑拉下脸 力声训斥百儿 玉遮却像个慈母护着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很坏又很多余的人 厨房的菜又冷了 我没有心思 也没胃口再热了 我给自己煮了一碗面 可能我哭糊涂了 才放多了盐 一碗咸得发苦的面 让我觉得这日子好难过 要把日子过好啊 阿乔姐下了船 春生拢起手 冲我大喊 我站在渡口 冲着她挥挥手 我想数一数 还剩多少钱 够我落脚 才发现给春生的那两碎银 不知何时又被她放在竹框下 船已经开了 我追不上 哎 只好以后还她了 我在青州的酒楼打听了三日 要么不缺人 要么将工钱一压再压 有一家倒是点了头 掌柜的说要试用看看 让我烧了三日的菜 也不知是哪家这么能吃光蒸的饭都够孟家小半年吃的 我不敢大意 忙得搅打后脑勺 那小胡子掌柜的每次过来都微笑点头 我本以为过关了 谁知第三天 那掌柜翻脸不认人 将我和包袱往门外一丢 娘子手艺不行 客人吃了闹肚子 还要我们赔一大把银子呢 我再啥也知道被骗了 我没哭 擦了擦眼睛 捡起包袱 拍了拍上头的灰 第五日 身上的钱溅了底 我站在当铺门口 要当簪子了 却有一个书生模样的少年唤住了我 娘子留步 我并不认识他 前几日 我们书院的菜是娘子烧的吗 不是 前几日我给客云楼烧的 没给什么书院烧过 那就是了 是我们书院和客云楼订的 我想起来那掌柜的说 客人吃了闹了肚子 不安道 你们是吃坏了肚子 没人吃坏肚子 那书生笑道 是觉得娘子烧得好 后来又订了两日 那客云楼再没烧过这么好吃的菜 大厅才知道 他们家掌柜的不厚道 所以呢 我们书院还缺个舍间 只是有些辛苦 除了烧饭 还要洗衣 但是吃住都包 不知娘子愿不愿意 这是青州数得上名头的观赫书院 依山傍水而建 我不大看得懂扁上龙飞凤舞的字 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深意 只觉得这孝舍后头的荒帝啃出两个菜园子不错 还能养己之鸡 先生们爱竹 所以书院多竹林 我想着也不错 嫩竹笋炖咸肉汤 老竹子披了做扁豆架子 我喜欢种豆种瓜 可孟赫书不喜欢 他说院中要种梅花 冬日赏梅最是风雅 我欢欢喜喜 为他移栽了一元的红梅 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 玉喳姑娘也喜欢梅花 见我不语 那书生小心问 娘子可有什么顾虑 是这月前 这里能给我种菜吗 当然可以 我点了点头 那行 书院附近住着几户人家 那日找我的书生叫许长 许长叮嘱我 书院的人都和气 几家住户也都好说话 唯独不要跟赖皮狗扯上关系 赖皮狗 许长恨恨道 就是阿虎 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畜生 我听旁人说过 阿虎是个十岁的孩子 爹另娶 娘改嫁 剩她一个人 没人要 没有孩子愿意跟阿虎玩 都说她满嘴谎话 手脚还不干净 偷鸡摸狗 而且她力气大 喜欢打人 谁得罪她 她就半夜推人家的丝瓜架子 开人家鸡笼子请黄鼠狼的课 孩子们讨厌她就算了 照理说 二十岁的许长不会跟十岁的阿虎结仇 偏偏前年 阿虎设陷阱抓野兔子 害得许长摔断腿 误了考 偏偏考题 是许长最擅长的史论 从此许长就恨上了她 许长要揍她 阿虎就往地上一躺 俨然一个小泼皮 打人啦打人啦 大人打小孩啦 先生打好人啦 许长咽不下这口气 便买了糖给附近的孩子 让他们揍阿虎一顿 阿虎挨了揍 如赖皮狗一样 在泥里打滚 嘻嘻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没脸没皮 书院没人质地住她 许长彻底没辙了 只好自认倒霉 谁知我没惹她 倒是阿虎惹上了我 她偷了我的芦花鸡 在后山烤了吃 鸡腿太烫 掉在地上 她也不嫌脏 拍了拍外头的土 塞到嘴里 吞咽时扯到伤口 疼得她吸一口气 却不妨碍狼吞虎咽 她吃得专注 并没发现我站在她身后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芦花鸡这么烧不好吃的 阿虎吓得一个哆嗦 呛到了 拼命地咳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 芦花鸡要骏子炖汤 要么炒了做面焦头 两碗鸡汤 她一碗我一碗 只是她的那碗放了两条鸡腿 就像从前给百儿和孟赫淑做鸡汤 他们父子一人一个鸡腿 阿虎将信将疑看着我 又架不住那鸡汤太香 鸡腿太肥 你想干嘛 我想跟你说 芦花鸡适合煲汤 汤里有毒 你以为我不敢吃 阿虎视死如归地捧着碗 我看她第一口就瞪大了眼睛 她吃得狼狈 我怀疑她几乎要将舌头也吞下去 我忍不住感慨 怪不得人都说 半大小资 吃穷老资 第三碗鸡汤下肚 阿虎连眼神都清澈了 以后肚子饿 不要偷东西 可以过来吃饭 她用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袖口 擦了擦嘴 还想说点什么 一抬眼看见许长进门 一句谢谢也没说 放下碗就跑了 许长对着她背影催了一口 娘子可别心软 那是个养不熟的小白眼狼 倒不是心软 我只是觉得 一个爱惜粮食的孩子 不会坏到哪里去 可第二日 我搭在校舍后头的扁斗架子就倒了 许长领着一群人过来做见证 阿虎手足无措地站在倒了的扁斗架子旁边 不等我开口 阿虎狠狠地推了许长一个跟头 慌忙跑了 这小畜生 娘子对她这么好 她反倒来霍霍院子 我想了想 昨晚刮了一夜的风 又下了很大的雨 兴许是我没嫁好 晚上 院子外蹲了个鬼鬼祟祟的影子 我热了热昨日的鸡汤 香味飘出来 那影子就蹲不住了 架子不是我推的 我昨晚听着风声就响 你的架子会不会被风吹倒 专门跑过来看的 说出来就好 为什么要跑呢 阿虎低着头 声音竟然带了哭腔 我不想跑 可我怕你开口不是问我 是先骂我 那以后遇到事情 我先问你 好不好 阿虎不吭声 她把那碗整个捧起来喝 碗挡住了脸 迟迟不肯放下来 我就笑她 芦花鸡伴着眼泪也不好吃的 慧贤一转眼 已经是夏日 后院缠明欲净 满院良音 先生们游学 出了远门 今日得闲 我将学生们的衣服和床褥拆了晒洗 不读书 我脑子笨 阿虎帮我夯实晾衣架子 一个劲摇头 而且书院的人都讨厌我 我也讨厌他们 阿虎十岁 比百儿大三岁 百儿已经会被签字文 还会算几笔小账了 阿虎却什么也不懂 大字也不识几个 我想着攒半年前 给阿虎找个学生 你不识字 又没有吃饭的本事 将来别人欺负你怎么办 别人欺负我 我就找阿娘撑腰 那时候娘都老了 你怎么办 这话问得阿虎难过起来 他紧紧抓着我的袖子 阿娘不老 永远不许老 好好好 阿娘不老 阿娘一直陪着你 我蹲下身子 为他擦去眼泪 却听见身后有人唤我 声音竟然带着不可置信的狂喜 阿乔 风将满院子的衣服吹得捧起 如水上的帆 隐隐绰绰 我站起身 看见孟赫书牵着百儿站在帆后 恍若隔岸 是阿乔吗 想来是照料孕妇辛苦 孟赫书瘦了很多 他不敢上前 正正地看着我 竟然红了眼圈 是百儿正开他的手 唤着阿娘 要像往常一样扑进我怀里撒娇 却被阿虎狠狠推了一个跟头 阿虎警惕地抱着我的手臂 如护石的小老虎 你是谁 凭什么喊我娘叫阿娘 孟赫书一惊 可是 瞧见阿虎比百儿还高 便消了一半的疑虑 我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以为 孟赫书这一路风尘仆仆 是专门来找我的 我忽然想明白了 点起脚往他身后看了看 你来这里 是因为那位玉喳姑娘也来了吗 见我这般小心问他 孟赫书满眼苦涩 不是我小心 从前和孟赫书在一起时 我也曾自作多情过 我以为孟赫书对我是一见钟情 才会在客人说我菜里有毒食 英雄就美 我以为孟赫书生性温吞慢热 七年前他喝醉了才说想娶我 是借酒壮胆 并不知道那日 玉喳姑娘也吃了我做的菜 她关心则乱 并不知道那日 孟赫书是借酒交仇 说取我是因为吃了玉喳和鹿燕的醋 所以 我才会在新婚夜 玉喳姑娘生病找她时 插着腰室宠生娇 孟赫书你要去 我就不理你了 她不可能不去 就像我也不可能不理她 我骂了她一整日 可第二日送去医馆的白米饭底下 还是给她藏了个鸡腿 我要她吃完一顿没滋味的白米饭 才吃到菜 我又自作多情了 那晚饭孟赫书一下也没动 因为玉喳姑娘病了 她担心地吃不下饭 她没有来 我是来找你的 孟赫书哑了嗓子 阿乔 不要生气了 跟我回家吧 专门来找我的 我想了想 觉得自己不能再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为难地笑了笑 声音发苦 贺书 我回去了 玉喳姑娘要怎么办呢 以后只有百儿和你我 我们三个过日子 不会有她了 我发誓再也不会了 我不敢信了 我走的时候 渡口春雨上滂沱 如今三月过 青州下树已吻玉 原来要一整个春日 她才发现我不在身边 可惜年年有春日 每年春雨都会提醒我 我曾被人望在那场大雨里 见我疏离 孟赫书急切地要去拉我的手 她说不是我想的这样 我三日没回家 她疯了一样打听我的下落 那位叫阿乔的娘子我见过 还跟我买鱼来着 那船夫叼了根尾草 往北一指 说了个和青州南辕北辙的地儿 那位娘子去了肃城 孟赫书带着百儿匆匆北上 在肃城转了个大弯 找了两个月 能找到青州 还是听见酒楼里的书生说 自己书院前些日子来了个厨娘 手艺好的不得了 害得她离开了观赫书院什么也吃不惯 最惦记的是书院的饭菜 你不见了 又听说你受了欺负 我又急又气 心里疼得难受 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在意 我走了 她才后知后觉地看清自己的心 可我已经不敢信了 贺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吗 因为欲遮 不对 因为我和百儿害你伤心了 我摇摇头 我去买刀鱼那天 下了很大的雨 别家娘子都有相拱来接 只有我没有 我其实也没有很委屈 我甚至想如果这场雨很快停了 我还是会原谅你 可惜雨下了很久没停 可惜差一点我又要原谅你了 我站在人家船上挡着船夫开船 人家想赶我 又见雨大 所以不忍心 我才发现 朝夕相处七年的感情 竟然比不上陌生人的侧隐之心 我好容易才说服自己别再骗自己 七年夫妻 你其实不曾爱过我 这三个月来 曾让我辗转难眠 枯湿枕头的事 现在提起陌生的仿佛是别人的事 我看着他 将手从他手中一点点抽回 后来我来青州 也被人为难 也受了欺负 可再难我也没想过要回去 更没想过要回到你身边 贺叔 我不想再吃一碗眼泪伴着的长寿面了 阿娘 你不要百儿了吗 百儿泪眼汪汪看着我 一把把抹着眼泪 阿虎听出来 百儿是我亲生孩子 不再动手推他 只虎视眈眈 百儿擦了眼泪 指着心口 阿娘 你不要百儿 百儿这里痛痛 见我皱眉 阿虎忽然往地上一躺 捂着心口不住地打滚 阿娘 阿虎头也好痛痛 我忙去探阿虎的额头 阿虎冲着百儿做了个鬼脸 百儿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比他还高一头的哥哥 竟然比他还无赖 阿乔 不要生气了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摇摇头 拉着阿虎回了屋 不用了 这里就是我给自己的家 孟赫叔才发现 院子里架起了扁豆架子 紫色的豆匣垂在绿盈盈的夜间 窗下晒着笋干和豆腐 几只胖胖的炉花鸡灼菜地的虫子 还有阿虎抱来看门的一只小黄狗 正趴在鸡笼后打瞌睡 我从前和他说过的 我想在院子里种瓜种菜 可是他喜欢欲遮姑娘 爱乌吉乌喜欢他爱的梅花 院里有梅花 难容斗雨瓜 回去我们也这样收拾家里 不会比这里差的 为什么要再收拾呢 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孟赫书见劝不动我 也寻了个地儿住了下来 阿乔 我会改 你看着我改好不好 百儿恨恨瞪了阿虎一眼 你等着 小偷 第二日中午 阿虎鼻青脸肿地回来了 我问他 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追兔子 摔了个跟头 阿娘不喜欢说谎的孩子 百儿和阿虎打了架 知道百儿是我亲生的 阿虎就不敢再还手了 为什么不还手 我怕打了弟弟 阿娘就不要我了 你打他我不会不要你 我为阿虎擦着伤药 心疼这个患得患失的孩子 可你如果打不过他 我就不要你了 可是他说 阿娘把他怀在肚子里九个月 阿娘当然更喜欢他 我叹了口气 摸了摸他的脑袋 第三日 鼻青脸肿地摆儿拉着孟赫书上门告状 娘 阿虎打我 阿虎打你的儿子 阿虎得意地抬起下巴 我也是阿娘的孩子 阿娘都跟我说了 你是他怀在肚子的 可我是他怀在心里的 百儿正正地看着他 如雷鸡顶 你骗人 阿娘不会这么说 阿娘心里也怀着我 你真笨 一颗心就那么小 阿虎一个就站满了 没有你孟白的地儿 阿虎两句话 说得孟白正住了 我娘还说了 以后谁欺负我 我就打回去 有阿娘给我撑腰 嘻嘻 让我看看 是哪个可怜蛋 没有阿娘撑腰呀 哦 是孟白儿呀 白儿哪里说得过阿虎 急得嚎啕大哭 阿虎开心 饭都吃了三碗 阿娘 孟白要念书 阿虎也要念书 不会比他差的 他抱折完想了想 阿娘 我念书就要有大名了 我都想好了 就跟阿娘姓 叫乔虎 阿虎和百儿的两子算彻底结下了 令我诧异的是 阿虎和许长这些书院的人 关系缓和了许多 我竟然看到观赫书院的学子们蹲在树荫里 给阿虎开盟讲字 那两个外地来的贼 想把娘子拐回去 娘子要是走了 以后只能吃糠燕菜了 而且也没有干干净净和香香软软的衣服被子了 许长如临大敌地拍了拍阿虎的肩膀 我自己背考都没这么认真 阿虎,你要争气呀 孟赫书租了一处农舍 他那双写字开方的手 并不擅使农丧 于是草剩豆苗兮 连百儿的脸都瘦了下去 无奈之下重操旧业 前院改成了医馆 剩下的天像孩子的脸 时情时语 满院亮了药草 孟赫书瞧者天色不对 朝礼屋喊一句 阿乔 要下雨了 得收药了 屋子里空空的 孟赫书正住 忽然自嘲地笑了 我都忘了 阿乔早不在这了 跟鲍鱼抢药 他收拾得狼狈 却看见屋外一个撑伞的女子 阿乔 那声音哽咽 满是委屈 孟家哥哥 是我欲遮来了青州 因为鹿燕在庄子上养了个娇妾 前些日子也不是去京城 是去城外庄子上哄他 陆家上下将他瞒得滴水不漏 我实在害怕 陆家会想去母留子 欲遮抬起一双寒泪毛子 我能住在孟家哥哥这里吗? 不知为何 欲遮的话 孟赫书没听进去 他看着外头的雨 想到的是 不知道阿乔出门带没带伞 上次他出门买鱼 也是被困在这场雨中 所以 孟赫书淋着雨抱折伞到书院时 就看见我正和书院先生共撑一把伞 站在廊下道别 那先生温声向我道谢 说这雨实在是大 还好娘子未卜先知 带了伞 阿乔 我回过头 看见孟赫书淋雨站在院中 那把伞如水中浮沐 被他紧紧抱在怀里 你来做什么? 大雨滂沱 他狼狈得有些可怜 可是眼睛充满西际 却是亮的 下了很大的雨 生怕你临着 我摇摇头 以后我都会记得带伞 不用再给我送了 我见他的眼睛好像被大雨浇灭 一瞬暗淡下去 我叹了口气 别淋雨了 会生病 他又如得了糖的孩子 煞时间狂喜 阿乔 你还是担心我 对不对 我不知如何回他 转身走进雨墓里 孟赫书淋了一场大雨 回去就病了 白儿哭得快要呕出来 求我回去看看 我回去时 却看见玉遮姑娘挺着肚子坐在床边 担心地快哭出来 孟赫书烧得糊涂 只低声说 对不起 玉遮姑娘坐在床边 敌视着我 孟家哥哥这么好的人 你怎么舍得让他淋雨 这里有我 孟家哥哥不需要你 既然有人在 应该不会死在这里 没人知道 我将粥放下 转身要走 孟赫书挣扎者从床上爬起来 自身后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他身子烧得滚烫 落在我颈上的泪却冰凉 他手臂收得紧 口中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 阿乔 你别走 你陪着我好不好 我只要你陪着我 我不要别人 本来我都 我都赶他走了 可我病得糊涂 他又来了 我不要他 我只要我的阿乔 玉遮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眼泪滚落下来 孟家哥哥 你说什么 你不管玉遮了 孟赫书没有看他一眼 一旁板儿接了话 玉遮阿姨 我爹已经写了书信给陆家 陆家说明日会来接你 玉遮猛地站起 哭道 我不回去 我不要回去 陆家有那个贱人恒在我和陆燕中间 陆家向着他 他会抢走我的孩子 抢走我的陆郎 这话说完 他自己也愣住了 可我和孟家哥哥不一样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孟家哥哥也说过 以后要娶我 那是从前并不懂事 以后不要往来了 更不要叫我孟家哥哥了 孟赫书自自都要与他撇清关系 难道六岁的话 还要当真吗 玉遮站在那里 脸上写满了难堪和尴尬 他看了我许久 终于想到了孟赫书这些年的一难评 那我和陆燕和离 孟赫书 从前是我识人不清 不知道你的好 以后我们两个 孟赫书冷冷看着他 欲遮姑娘自重 孟赫书此生 唯有阿乔一个妻子 她占红了脸 难堪地说不出一个字 外头大雨倾盆 她哭着跑出门去 孟赫书急得去拉我的手 阿乔 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了 那是你和她之间的事了结 与我无关 她与玉遮姑娘撇清关系 是她要给自己的人生一个迟来的交代 她是孟赫书 不可能一辈子做谁的孟家哥哥 一辈子做谁的第二选 她走出这一步 戒断了要引一样的劣性关系 是她本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 如今改了 不值得我为此感动 回去时 阿虎并不明白 小心拉了拉我的衣摆 阿娘还在生孟叔叔的气吗 我蹲下身子 摸了摸阿虎的头 阿娘不生气 可是阿虎要记住 如果你为一个人伤心太多 春菜不等你 夏瓜也不等你 好吃的东西错过了时令太可惜了 不过瓜果还好 明年还能买来尝鲜 只是人错过了 就无法回头了 阿虎后怕地往我身边靠了靠 永远吃不上好东西 阿虎不要做这样的人 上到夫子 下到学子 观赫书院的人说 孟大夫警惕着阿乔娘子身边所有人 许长翻了个白眼 说他自己丢了宝贝 看谁都像贼 再说了 谁会不喜欢阿乔娘子 他性子柔 好说话 又做得一手好菜 谁奢欠了逢补将洗的钱 他也不往心里去 见孟赫书患得患失 我只觉得好笑 并不是谁都像他们一样 自己人生过得一塌糊涂 才总把旁人当作第二选 入叛考结束 百儿志得意满 晚上 阿虎如一只斗败的公鸡 扫眉搭眼地回来 二人站在门口 倒是显得阿虎比他还无端矮下去半头 百儿拿了好成绩 骄傲地抬起下巴 等着我夸他 阿娘 我考了第一 夫子不住地夸我呢 阿虎都快哭出来了 娘 阿虎没用 没有考上 那今天中午有好好吃饭吗 阿虎哽咽 有是有 可是今天心情不好 只吃了两个鸡腿 我摸了摸阿虎的头 那就够了 快把眼泪擦了来吃饭 百儿错愕地看着我 阿娘你疯了 我比他好 我比他聪明 连夫子都夸我 百儿 爱不是这样的 爱不是比较和权衡 爱是不容比较和权衡 我自知不比玉遮姑娘好看 也清楚我不比她会哄人开心 百儿 我没有要你一定撒谎 维心说 那银簪戴在我头上 就是比玉遮姑娘好看 是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拿我和她比 阿虎念不来书 道是夫子说 阿虎力气大 又生的魁梧 可以习武 我想了想 觉得不错 将来习武 当个镖师 可以养活自己 或者沙场上去挣个功名 也算大展报复 可是要习武 就不能留在观赫书院了 要去肃城 我收拾了行礼 拿了观赫书院山长为我写的践信 山长笑道 稀有孟母 今有乔母 阿虎哭着 跪在地上给我磕了三个响头 阿娘对我有再造之恩 如果不是阿娘 阿虎已经烂在你里了 启程这日 暮秋的雨脑人 熙熙烈烈地下 那船夫在岸边 嗓子翠声 去肃城的还有吗 孟赫书是最后一个知道我要走的人 他带着板儿匆匆赶来渡口 可那船仿佛有意捉弄他 书院众人与我道别时 那船不肯走 偏偏在他来时轻巧地离岸 溢水之隔 却远如天芡不可渡 他没有赶上 只远远地唤我 阿乔 我并不知有什么好与他们交代 正为难 偏偏那船夫看出了我犹疑 于是将遮雨的草帽抬起 是一张鼠脸 阿乔娘子 上了船就不看来时路 只问去途了 我听懂了这话的深意 势然一笑 便问他 我和这孩子 二两银子可够到夙城 娘子说笑了 到夙城还有的剩呢 孟赫书翻外 第一次见阿乔 是在酒楼里 那客人无赖 抓着他不许走 硬说自己吃了这菜 浑身不舒服 要他陪自己喝一壶酒 才肯放他走 掌柜的也不向着他 把他往外推 喝点酒就能停的是 你哭什么 欲遮也吃了他做的菜 我很担心 我替那个无赖客人银针试了毒 又耗了脉 那客人不认 我便低声威胁 如今没事 可我这针再偏一寸 就不好说了 再加上 陆燕不动声色地擦了擦配刀 那客人识相 兴兴地跑了 没事了 姑娘 陆燕对躲在桌下的阿乔伸出手 别怕 欲遮拍折手 崇拜地看着陆燕 陆燕哥哥好厉害呀 一下就把他吓跑了 我心里一苦 从来都是这样 不论我做了什么 在欲遮眼里 陆燕才是大英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可陆燕从来都是人群中最出色的那个 武艺 学识我都不如他 所以 欲遮的眼神 从来不会落在我身上 唯独医术是家学 陆燕比不过我 可阿乔没有看陆燕 泪眼朦胧地偏过头看我 谢谢你 这是第一次有陆燕在场 我还能被人看见 从那以后 我和阿乔就认识了 不管我做了什么 欲遮眼中只有陆燕 可不需要我做什么 阿乔的眼里都只有我 所以我失意落魄时 总喜欢去找阿乔 可是 阿乔不知道我喜欢欲遮 他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他的 在阿乔这里 若有好吃的 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伤心了 心情不好呀 那就梨花白配上小黄鱼好不好呀 荣华的梨花白入喉 我不忍心再骗他 我来找他 是因为欲遮要嫁给陆燕 我心里难过 阿乔 每次我都在难过的时候才来找你 你会不会讨厌这样的我 阿乔脆生生咬下那小鱼竿 理所当然地摇头 你难过的时候能想起我 说明你很依赖我呀 我一直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从来没人找我说话 你能来 我特别开心 而且有你梦神医在 他们都不敢欺负我了 那一刻听见阿乔对我的依赖 我心里竟然悸动 也许是那梨花白太烈 也许是那碗的月色太好 也许是为了和郁喳赌气 也许是那一刻真的为他心动 我脱口而出 那你要不要嫁给我月色照见阿乔煞时间飞红的脸 他惊得连嘴里鱼竿都忘了咬断 就慌忙点了头 后来洞房叶阿乔和我说 他本来还想矜持地说让他考虑看看 可怕我伤心 就立马点了头 那晚烛火盈盈 他顶着凤冠 笑盈盈地望着我 从前酒店掌柜的就说 要不要留下我 他得考虑看看 他考虑了三天 我就难受了三天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生怕他不要我 考虑会让人难受 阿乔不想你难受呀 阿乔是把整颗心都捧给了我的 可我不是 他想在家中院里种彩种瓜 我想在家中留一点郁喳的回忆 郁喳最爱傲雪的梅花 我想种些在书房外头 一来抬眼就能看见 二来往后郁喳来家做客 也能知道我的心里始终有他 阿乔不知道 听我说要种花 他一阵却忙笑道 梅花好 梅花也好 可以摘了泡茶 他欢欢喜喜去挑红梅 旁人问他怎么不买瓜苗买梅花了 阿乔就笑 满眼骄傲 当然是我相公要跟我一起赏梅看雪了 他那时怀了板 还挺着肚子 宝贝的钉着人栽好 生怕磕碰那枚树 见他欢喜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残忍 不知道谁告诉了他 郁喳姑娘最喜欢梅花 我回到家时 他坐在书房外 等了很久 他不哭也不闹 只哀求地看着我 是你喜欢 对不对 我不善撒谎 沉默歌痛了他 他没有找人 移走那些梅花 只是再也不去我书房了 百儿这孩子淘气 生产时胎位不正 阿乔痛了一天一夜 才生下来 有了百儿后 这些年 我们的关系又和缓了许多 可郁喳来了 陆燕让他受了委屈 我忙着哄郁喳 并没有看见阿乔一点点暗淡下去的眼睛 也并不知道他向来挑嘴 要如何咽下那碗眼泪伴着的长寿面 那碗玉遮说缠刀鱼了 我和阿乔说是自己想吃 阿乔出门那天早晨 天气阴阴沉沉的 像是酝酿着一场雨 当雨下得飘泼 我犹豫要不要为他送一把伞 算了 大雨总不长久 也许很快就会停 他再等一等就好 可等到百儿哭闹着说饿肚子 等到天黑 阿乔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 第三天 百儿吵着要阿娘 我也快疾疯了 上街打听 见过他的人都说 阿乔娘子那天跨着小兰 还是带着那只豆浴簪子 不像要出远门的样子 你和阿乔娘子吵架了 这么好的娘子 孟大夫可要好好哄 直到第七天 有个传夫说见过他 往夙城去了 我不知道阿乔为何要去夙城 也不知道那传夫为何要骗我 夙城酒楼里 游子们提起书院来了个娘子 烧得一手好菜 说来也是个可怜人 那娘子被人欺负了 也没人帮他 一个人坐在门口哭呢 要不是许长君找到了 都准备当簪子了 听到他被人欺负了 我心里难受地发紧 这种心疼的感觉 和郁哲哭着找我那天 完全不同 赶到观赫书院时 有个身影在院中晒衣服 风将满院子的衣服吹得捧起 如水上的帆 隐隐绰绰 失而复得的狂喜 竟然让我哽咽 看见我 阿乔先是一愣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然后小心往我身后看了看 你来这里 是因为那位欲遮姑娘也来了吗 我不能怪她防备 是我伤她太深 以后都不会有了 只有我们三个 可她不要我 也不要板儿了 如今想想 要怪这七年里 我从未想过为阿乔挡雨 她才学会了自己撑伞 毕竟这样患得患失的感情 太煎熬人 哪怕在春日艳阳里 也要提防着一场随时会来的暴雨 她要走的消息 告诉了所有人 唯独漏了板儿和我 又一次我晚了一步 没能抓住她的衣袖 我会和百儿去夙城找你 我会竭力补偿你 秋雨兮兮 人影渺渺 这悔忆迟来了七年 不知她能否听见 阿虎翻外 那天在后山 我本来想着吃饱肚子就去死的 可阿娘从身后拍了拍我 我警惕地看着她 以为又有什么脏水要泼到我身上了 从前就是这样 谁家小孩调皮摔着了 或是没看好自家积鸭 又怕大人打骂 就说是我做的 我偷的 照二旦放丢了鸭子 也赖我 她躲在父母怀里 不敢看我 心虚地干好 呸 为什么要撒谎 你爹娘只是打你 又不会不要你 我耿着脖子说 阿虎没做过的事 阿虎不认 二旦爹娘就抄起棍子吓唬我 或是放了家里的狗来追我 没妈的也砸肿 没爹管的赖皮狗 对狗追着 我连滚带爬 摔进臭泥沟里 晚上 我一瘸一拐地摸到院子底下 想去推倒二旦家的瓜架子 就听见二旦抽着鼻子认错 他爹打了他 二旦才承认刚刚撒谎了 不是我抢了他的鸭子 怕别人说二旦是撒谎的孩子 他爹娘才没有当众拆穿他 宁愿将错就错 先把我骂一顿 我听了很久 听到二旦爹教导他不能撒谎 听到二旦娘心疼地要给他拿鸡蛋滚滚枯肿的眼睛 我等到他家的灯都熄了 也没有听到谁说 要去给阿虎道个歉呀 我一个人抱着膝 在墙根下蹲了很久 忽然想明白了 真话和假话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人愿意相信哪个 可阿虎没有爹娘 所以没人相信阿虎 我等了一天 没等来一句道歉 二旦嘻嘻哈哈地笑我 昨天被狗追得多狼狈 第三天 我开了他家的鸡笼子 推倒了他家的瓜架子 黄鼠狼咬死了他家的鸡 刚抽丝的瓜苗被我踩烂 二旦家的一起床 站在院子里又哭又骂 我心里痛快 一溜烟跑到后山 阿虎跑得好快 满山的风把衣服吹得捧起 风轻柔地像从前娘的怀抱 将我整个抱在怀里 对 阿虎跑 不是因为害怕挨打 是因为阿虎想吹吹风 就像阿虎做坏事 才不是因为想要一个道歉 因为阿虎就是赖皮狗 赖皮狗咬人不需要道理 对 阿虎以后就当赖皮狗 当又坏又臭 所有人都怕得赖皮狗 所以 二旦爹打我 许常找人打我 我笑嘻嘻地在你里打滚 嘻嘻 不疼 一点都不疼 他们彻底拿阿虎没辙了 我心里忍不住夸自己 阿虎可真聪明 决定去死的那天 是阿虎十岁的生日 可我想了想 总得吃饱了肚子再去死 我偷了鸡到后山烤 阿乔娘子站在我身后 她脚不清地像山上的风 我没察觉 她轻轻拍了拍我 芦花鸡这么烧不好吃的 仿佛比起来偷鸡 做得不好吃才是最要紧的事 我狐疑地看着灶台前的阿娘 她利落地挽起袖子 烧火起锅 明明只加了姜盐和黄酒 却比村子里所有人家煮的汤都香 金灿灿的鸡油 看得人眼珠子都要掉进汤里 两只鸡腿都在我碗里 有毒我也认了 三碗鸡汤吃下去 我依旧不明白她想干嘛 以后肚子饿 不要偷东西 可以过来吃饭 我觉得眼睛里面热热的 可不知道说什么 幸好讨厌鬼许常来了 我放下碗就跑了 我一溜烟跑上后山 今天是十五 山上的风大 吹散了厚厚的云 露出一轮好大的月亮 嘻嘻 月亮好月亮把阿虎心里照得亮亮的 后半夜下了大雨还刮大风 我记得阿乔娘子煮汤时 她院子里的架子好像是心大的 天不亮我匆匆跑过去看 就被许常讨厌鬼抓个正着 许常以为架子是我推倒的 要给我点教训 呸 阿虎才不怕呢 大不了阿虎变成赖皮狗 可是阿乔娘子过来时 下过雨的泥地上好像长了刺 我怎么也躺不下去了 糟了 有她在 我便不成赖皮狗阿虎了 我狠狠推了讨厌鬼许常一跟头 我害怕了 我怕她和所有人都没有区别 只要遇到坏事 不是先问我 而是先骂我 昨天风大雨大 兴许是我没架好 那以后遇到事情 我先问你 好不好 那假装现在阿虎还没逃跑 我再问一次 架子是阿虎推的吗 我猛地摇摇头 不是阿虎推的 阿虎听了一晚上刮风下雨 是担心才来看看的 来的时候 架子已经倒了 阿乔娘子恍然一笑 是啊 我就知道 不是阿虎做的 这些年被打没有哭 被骂也没有哭 我以为阿虎已经不会哭了 原来被爱着的时候 还是会掉眼泪 见我抱着碗哭 阿娘就温温柔柔地笑 卢花鸡伴着眼泪也不好吃 会闲得 阿娘来了 阿虎有家了 有干净衣服穿 有好吃饭菜吃 还有香香软软的床睡了 阿娘问了我好多事情 又带着我和讨厌鬼许长道了歉 阿娘说虽然是无心 可是许长哥哥真的受伤了 见我鞠躬陪礼 许长很不屑地将头撇过去 我是君子 君子有容人之量 不跟你计较 站在二旦家门口 我有点犹豫地抓着阿娘的衣摆 也要和二旦道歉吗? 我不想跟他道歉 不是我 是二旦和我道歉了 对不起 当初不该撒谎赖你 可是你也糟蹋我家东西 算是扯平了吧 我不知道 我恨了二旦很久 甚至想着要怎么报复他 却没想过 如果有一天他道歉了 自己要不要原谅他 阿娘摸了摸我的头 不原谅也没关系的 那个时候阿虎肯定摔得很疼 我 我才没那么小气 我是要考虑看看 二旦没脸没皮 跟着我身后喊阿虎哥 只有我知道 他根本就是馋我阿娘做的饭 可他嬉皮笑脸 我也很难一直生气 唉 原来一直恨一个人 也是很难的事啊 阿娘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原谅二旦 阿娘想了想 要原谅他之前 阿虎先问问自己 这件事以后想起来还会不会让你难过 我很仔细想了想 好像不会 我现在只记得二旦没脸没皮喊我虎哥 虎哥不会跟二旦小弟生气 更不会跟二旦小弟计较 我大方伸出手 二旦 我原谅你了 我一直以为阿娘是天生就懂这么多道理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阿娘受过很大的委屈 才懂旁人的不容易 以后 阿娘有阿虎撑腰 阿虎不会让阿娘再受委屈了 阿娘带我去肃城落了脚 肃城酒楼的掌柜人很好 对阿娘的手艺赞不绝口 直到阿娘出到肃城 还带着我 愿意给阿娘在家一家工钱 我们在田水巷租了一处小房 房子不大 却有一个小院 院子有两块荒地和一棵老桂树 夜间藏着星星一样的柜子 阿娘喜欢这里 还说荒地啃了种菜 桂花收了给阿虎做糖水吃 嘻嘻 阿娘喜欢 阿虎就喜欢 田水巷的大娘们也喜欢阿娘 说阿乔娘子带人实诚 不藏奸 谁家遇到点事 阿乔娘子都愿意帮一把 阿娘带着我 却没生过什么口舌是非 因为田水巷的人都知道 若是谁敢嚼阿乔娘子的舌根 大娘们就站在巷子口 插着腰骂上一天也不重样 阿娘常说 肃成也和青州一样 有很多好人 阿娘说错了 是阿娘这么好的人 值得所有人对她好 阿娘还写了封信 托春生哥哥送去青州 要大白眼狼带着小白眼狼留在青州好好读书 因为青州的书院最好 随信还寄去了一件小小的冬衣 是阿虎剩下的料子做的 哼 阿娘小瞧阿虎的度量了 阿虎也是君子呢 年年阿娘生辰 青州都寄来包裹 有时候是银柴首饰 有时候是腌制水粉 呸 我送的也是两份 因为阿虎又烧饭又送首饰 更何况他们送的都不如我的好看 时间一年年过得快 我要静静考五科的这年 青州闹了水匪 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也是我遇到阿娘的地方 我回青州投了水师 见我回来 二旦跺脚 无考你耽误了 又不知什么时候给你娘争气了 听说那小白眼狼中了举药当官呢 我咬了口阿娘为我带的干粮 摆摆手 我阿娘她才不在意这个呢 青州的仗打了一年半 凭了匪乱 我赶着要回家 却被长官勾着脖子拉去庆功宴 没想到庆功宴上都是熟人 许长哥中了举 可他性子耿直 官场上不如意 索性辞官 携妻儿回了书院教书 日子快活自得 许长哥提起了从前 也提起了我们走后的事 我被灌了酒 醉里听了一耳朵 是那小白眼狼考取了功名 好像还挺厉害 说是要去肃城做父母官 衙门里头有四十多个人都听他使唤 二旦厚着脸皮凑过来 跟我讨了半碗酒 虽然他在肃城做了父母官 但还是大哥比较厉害 在水师里头管着两百号人呢 什么 肃城 我吓得酒醒了一半 抓起行李就往渡口跑 秋日的雨戏如牛毛 如十年前阿娘带我走那日一般 无人坐船 那船悠哉得横在渡口 雨才下不久 船夫仰躺着 只用草帽盖着头 枕遮手小棉 快快快 回肃城 我着急 那船夫却不急 他悠悠起身 摘了草帽 却看见一张鼠脸 哟 咱们青州的大英雄 急匆匆往哪去啊 春生哥拍了拍草帽的雨 一眼看穿了我的心事 可他不说破 就只笑 看把大英雄给急的 好像碰上了这世上最要紧的事 我想解释 可想了想 忽然也笑了 春生哥说得不错 这世上最要紧的事 可不就是回家吃饭吗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已经有了 杀了 你 不过 猙